又到了吃莲藕的季节 今天做个莲藕腐皮肉卷 外焦里嫩 大人小孩都爱吃 首先莲藕用刀背剁碎 倒入肉末中 加葱 姜 盐 胡椒粉 生抽 一勺猫油 一个顺产的鸡蛋 一大勺淀粉 用左手抓拌均匀备用 再选用这种头层腐皮 一包有30张左右 拿它来做汤也非常的鲜美好吃 放上肉馅 像我这样卷起来 水开上锅大火蒸15分钟 蒸好后切成小段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上锅煎一煎 这样做的莲藕腐皮肉卷 真的太香 太好吃了 在广东 虽然吃了一道菜照烧鸡排 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就算你平常不会厨艺 也能轻松搞定 洗净的鸡腿中间划一刀 取出骨头 用刀背剁几下 加葱 姜 料酒 黑胡椒 抓匀 腌制10分钟 油热 鸡皮朝下小火慢接 煎至微微金黄 翻面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入一小包 这个照烧酱汁 还可以做照烧牛排 照烧排骨都非常好吃 倒入半碗清水 盖上盖子煮3分钟 开盖再煮一分钟 慢慢收浓汤汁即可出锅 真的是满无飘香 喜欢的朋友赶快做起来吧